DOWN THE YEARS IT'S BEEN ARRIGHT AND NOW I'M SORRY I WANT MALL IT'S NOT INTO NIGHT AND ON AND ON AS WE GO 可以進去看一下可能各方面的內飾的一個配置比較適合我們吧 先來聽聽看一下哦 很棒耶這輛車 我們要放在特別特別的去參考一下 這邊這是它的一個車頭 其實它整體它比較小 然後緊湊型 這出去的話停車各方面可能會比較方便一些 好棒耶這一款的設計 不知道它的床我先看一下 裡面很寬敞 超棒的 在這裡 這一款是後開門的 後面有一個抽拉式的一個小桌子 看一下可以上去 從後面上 它有一個小小的電磁爐在後面 然後還有一個洗的地方 這一個駕駛位跟副駕駛位 然後這邊 剛好緊靠著這個駕駛位 有一個長椅子 它其實也蠻不錯的 這個東西乾淨 這個東西乾淨 這個東西還是很重要 動力還是很重要 你看一收起來然後就是一張椅子 超棒的這個 有個卡位 有個卡位 有個卡位對 它就通常車的旁邊 你看它 有桌子嗎 我剛剛看的這一輛 真的是非常的棒 這個圖 而且它也算是 性價比也是非常高 然後裡面的使用性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們 非常的棒 那還有一輛是 橙黑色的這一輛也是很棒的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 跟它對比一下 跟剛才那一輛對比一下 因為現在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中國的房車 可以說是剛剛興起這一兩年 那很多的地方 其實停放 還有一個各方面 就是說配套不是很完善 我們在網上看了一些評論 就是說太大型的房車 可能有的時候 沒辦法找到一個很合適的地方停放 那可能這也是我們考慮的範圍之內的 所以我們盡量選擇比較 停車場都可以停的一些車型 這樣子會比較適合我們 就怕有些停車場 它一個高度的問題 限高的問題就沒有那麼的方便 所以我們盡量選擇 簡約型的這樣子 我們這也是我們一直考慮範圍內的 這樣也是蠻酷的 它的一個整體的一個外觀的顏色 其實是我蠻喜歡的 黑色其實一直都是很經典的 它也是後開門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參觀一下它的一個整體 然後參觀一下它的一個內飾各方面 了解一些 然後我們來對比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它一個車的整體的一個外觀 黑色蠻經典的 然後它也是一個後開門 這邊還有一個爬梯 應該是車上面 它應該還可以加放一些行李箱 這樣子 所以說它背了一個這種梯 覺得也是很漂亮的 有一種越野的感覺 那現在它是一個後開門 它的內飾是那種米白色的 看上去簡潔很大方 然後我們進去看一下 走近一點看一下 好漂亮 然後後面這邊是一個 馬桶 小馬桶 應該這個位置也是跟剛才那一輛一樣 它是一個浴室的位置 就這邊有一個電磁爐 就是一個電磁爐 比較方便了 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 它要推進去 終於說把它還能加到 還能加到 加到底 我剛剛看了這輛黑色的這輛房車 它外觀各方面 其實裡面也很不錯 但是 有點不適合我們 因為它的床太小了 才1米1的一個寬度這樣子 然後可能我們家寵物 也沒有多餘的寬敞的地方 給到它們 所以相比之下 還是它的上一輛 那個比較適合我們 我們可能會特別的去考慮一下 那一輛房車 那我們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廠家的人 如果真的沒有選到我們自己適合的話 那我們會考慮到就是說 自己去買一輛車來做一個改裝 因為我們也有考慮到就是說 去買一輛相似大小的車 然後去訂製成我們想要的那種 內置一個配配置的一種格局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那可能相對來說 它比直接買房車的成本相對來說 會高一些 所以沒關係 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看看 看完以後 再做一個挑選和 對比吧 這一輛它也是後開門 其實我蠻喜歡是這種後開門 然後側邊是一個小門這樣子 我挺喜歡的 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看看裡面的一個配置怎麼樣 它這個副駕駛的位置就是說可以旋轉的 我現在是對著車的內飾 我也可以轉到就是說 車前面對著方向盤那一邊 所以我現在是對著內飾的這樣子 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可惜它的床有點寬度不夠 然後長度它還可以再加到1米9 寬度就太小了 不喜歡太擠的太太太 那樣子我就覺得很壓抑 因為人有的時候睡覺的時候可能 一直在翻身轉動 一直在翻身轉動的樣子 所以繼續 多看幾個對比一下吧 如果說真的那個的話 我們再來做一些決定吧 小艾娜娜其實今天也是跟著我們一起過來看房車的 因為如果我們人和是完全也不行 還要考慮到有很足的空間 讓寵物有個活動的範圍這樣子 所以非常的重要 他們是我們家的家庭成員 所以他們都要想著很周全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出來了 今天也是蠻多人在看的 看來現在很多人的生活各方面都 電話就是說可能大家都很喜歡一些戶外 或者自駕遊這樣子 其實早期的房車這一塊其實國外會做的比較好 然後各方面也很普及 然後他們房車的一些 就是說定點的一些停車啊 或者說這些設施也比較完善 那中國這幾年是剛剛興起的 其實也是非常的受歡迎和受關注的 所以可能很多的時候就是說 各方面的生活的一個質量正在提升和改變吧 一種生活的方式和一種態度 房車一直去自駕遊 其實都是我們一直向往和渴望的 那因為本來很多的計劃在去年之前 我們就有這個打算的 所以因為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拖延這個計劃 就一直沒有去執行各方面的考量吧 所以我們現在想慢慢的去開始了解房車 想做一個挑選 希望能夠找到自己滿意的 能夠開著我們的房車去自駕遊 希望有一天能夠開著房車去環遊世界 這是我們一直來的一個夢想 那好了今天這一段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你們一直給我的支持和鼓勵 那祝你們也生活愉快 各方面都順利 麻煩你們繼續給我訂閱支持 謝謝你們 還可以推薦我的影片 謝謝謝謝你們 好祝你們愉快 拜拜